今后生活大部分 你怎么支配 你怎么安排 说句话的话 就像免费的保姆一样 财迷大马来乡妻 食言不当免费保姆 每个月都要给自己发工资 生活费我是全管 因为我的孩子 你那钱对不对 你愿意啊 花就花 不愿意花 你可以存一下 你还一个月 你给我钱帮的 你给我和保姆 你得多少钱 今天来相信的是孙大爷 大爷今年75岁 离异退休金3000期 住在女儿家 红娘刚一进屋 大爷就说是姑娘给报的名 让自己找老伴的 大爷说按自己的想法 一个人生活的也挺好 别看大爷75岁了 但是这家里家外打理的干净利索的 我住在我 哎呀 这个床单铺的挺厉正啊 每天到家 那平时衣服啥都自己洗啊 不是 我啥都会啥 当兵断了 这还当六年 因为年轻时当过六年兵 所以家务活对于75岁的大爷来说 根本不是问题 不仅洗洗涮涮涮没问题 就连做饭做菜也都没问题 都75岁了还能自己蒸年糕 一顿三餐都自己做着吃 大爷说自己就是喜欢干活 不仅现在这样年轻时工作也很拼 最早是要长寸剧场 我一开始到那上班了 88年 半推牛纸了 成果批发 一年我就赚了12万 九几年 九几年 一年赚12万 我的天哪 年轻时从单位停薪流之后 大爷就做起了倒的鼠卫国的买卖 最多的时候一年挣了十几万 在那时候能成为万元货 还是很多人的梦想 大爷年轻时没少挣钱 但是都没有存下来 要说大爷真是个好气的老丈人 俩姑娘结婚一人一套房子 就连酒席钱都是大爷出的 为了家里人大爷花多少钱都不心疼 因为老伴生命大爷又花了三十多万 但也没能留住坏癌的老伴 我老伴是04年就没了 爱的吗 姑娘爱的 她走太快了 长时间没有半年 做手术做了三次 我不做手术 我能做活几年 花了几十万 花了四十万 之后在闺女的建议下 大爷又找了一个老伴 大爷说自己在第二段婚姻里 全心全意的付出 但是却啥都没有换来 一次住院的经历 让大爷下定了离婚的决心 没登记之前是三四年 她说登记以后三四年 她说有一次我住院 我住了酒店一半 她一次也没去 没去我归于是生气 我这心里不得意儿 回来我能跟她说说她翻了 把人要去分手 分就分吧 所有东西 全她全拿走了 人电话给我都拿走了 婚姻的再次失败 让大爷对婚姻彻底失望 所以这些年 大爷一直都没有在找老伴 就想着一个人孤独 终老算了 结果在姑娘的窜托之下 大爷又来相亲了 那大爷现在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呢 根据大爷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曾经上过节目的刘大妈 大妈今年六十五岁 离异 退休金两千二 租房住 听完红娘对大爷的描述 大妈表示基本情况还是挺满意的 于是红娘就把两人约到了附近的公园里 见面之后大爷大妈对彼此的初步印象都还挺不错的 之后大爷大妈就聊起了各自的婚姻情况 我是离异的 离异二十年 但是我呢 指定不是我的错 是家暴惹的货 大哥是不是看不惯家暴的这种 我从来 我这女生一个手指都不在乎 说他这个人就是 瞅着那个健康状况啊 身高啊都是比较理想 哦就比较理想 对 非常可以 真的啊 真的 长得一般嘛 也不是菜子 太好也不是菜子 通过进一步的了解大妈 对大爷是越来越满意 而大爷也主动邀请大妈来自己家里看看 有栽花 葛花的地上呢 成才的那种都养 哎呀 真好 挺适合啊 挺适合啥 适合以后过日子 怎么说呢 干净利索的人 刚一进屋看到屋里的环境 大妈就直接向大爷表白了 因为一看大爷这就是个干净利索 会过日子的好男人 但是大爷觉得 要是俩人真的要在一起 就要先说一下自己的不足 如果自己的缺点都能接受 证明俩人的缘分就真的来了 所以大爷直接就说起了自己的缺点 打鼓了 一起打 让大爷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年龄还有身体状况 在大妈这里都不是问题 而后大爷又说出了自己最不自信的一件事 大爷说自己原本的房子在跟第二任老伴结婚后卖掉做生意了 所以现在只能住在闺女家里 对此刘大妈表示 房子是谁的自己并不在乎 但是真的一起后 平时日子咋过要提前说清楚 今后生活当中你怎么支配 你怎么安排 说句话 就像免费的保姆一样 爸妈一样不表态 他考虑考虑 但是对此大爷表示自己还要再考虑考虑 看到大爷的态度 大妈有些不满意了 那大爷心里到底是咋想的呢 这说到底 大爷对大妈的长相 还是有些不太满意 就这大爷大妈的第一段相亲结束了 之后红娘又找到了张大妈 大妈今年七十岁 算哦 退休金两千五 住房面积五十平 刚一见的红娘大妈 就说起了自己的孤独 大妈说七十多年了 自己没过过这样孤单的日子 而这一切都源于老伴的突然离世 他就突发脑出血 突发脑出血 就在医院抢就十几个小时 就不行 他是脑干出血 要是其他小出血 没事 一句话都没留下 一句话都没有 死前也没有什么征兆 没有什么嘱咐 没有什么 我没有吵过架 没有办过罪 所以这样特别突然 给人受不了 没有留下一句话 疼自己啊 自己的老伴就这样走了 老伴去世后 儿子就把大妈接到了自己身边 即便如此 大妈的心情还是很压抑 就在家 在儿子家也是 我不想跟他们说话 说不到一起 你别说话 你还不能打场 不能接话 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家 这是我的家 但是又不成为家 我总这么想 就要自己的家 尽管儿子 儿媳都很孝顺 但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大妈还是会感到孤单 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大妈决定再找个老伴 对于再找老伴 大妈的要求也很简单 就有演员的行为 我认为 你瞅一眼还行 说话唠嗑 能说到一起 能唠到一起 你别说这个 他说那个 你讲这儿他都不明白 那就不能同步就不行 是不是 思想同步 行动同步 在红娘的安排下 大爷大妈终于是见面了 她脸舌嘛 蠻脸的舌嘛 是吧 简单进行一番交谈后 大妈对大爷的印象还不错 可大爷却觉得大妈有点太老了 坐下来后 大爷大妈又开始了深入的了解 中间过年 中间没找啊 找了 又就离了 我不知道有这一段 这一段 那他肯定也有一些个经验 对以后他 他也得有些个戒备或者啥的 一开始听到大爷老伴去世后 还经历过一段婚姻 这让大妈有些介意 不过在听到分手的原因后 大妈表示理解 昨天不小和爱说 你跟人说啥呀 你闹人家工作 你闹不上嘴 你过往过往人家的工作 没有必要过往人家工作 人都能处理人家的事情 大鬼 上我的座上 我可不去 上人家吧 我是逼的 没办法再喊个家 那真待不了 你起床他不起床 你睡觉都不睡觉 是啊 跟孩子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也不想麻烦打扰孩子们的生活 是两个人的共同心声 聊到这两人还算是挺合拍的 就在这时大家提起了自己没有房子这件事 房子是谁 是我二姑娘的 房子你多少 我有我自己的房子 我不会说你给我留个房子 我要个房子 我不会提这要求 我这人可以说 我从来没把钱看得特别重 我不值你的钱 我不值你的房子 真的 我不考虑你叫我来房子 我也有房子 我就先你看眼时 咱俩这工资够花就行 从没房子的事 聊到了两人在一起后 经济方面的事 面对直率的大妈 大爷表示非常满意 心里通常 行啊反正正确 出口看看 了解了解吧 以后再一起了解了解 从我出事说话 老哥啥的 就可以在深入的接触一下 对对 希望大爷大妈能一直幸福的走下去 本期视频就是这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